你比照片看着年轻啊 陈明明以前在朋友圈 发过你们的婚纱照 那时候我还以为 你们年夏恋呢 这个酒店二楼 有一个特别好的技师 冲了去羞羞眉毛 你这眉形 看着特凶 哦 是吗 那您明觉得 我的眼神看着更凶吗 打起来怎么办呢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我知道你昨天 单独约见了陈明明 对啊 我们俩好久没见了 我知道他也在三亚 那就择日不如状日嘛 真的好巧 这大过年的 正好你也来三亚 然后呢 也住这个酒店 你俩真是他有缘分 你别误会 我真不是宠他 我闺蜜在这儿过生日 我过来给他庆生啊 是吗 连我们酒店的房间 都是你给定的 你觉得我能相信吗 你爱信不信 既然这个酒店 都是我帮你们定的 你是不是得感谢我 真不愧是大律师啊 什么时候都能做到 这么咄咄逼人 振振有词啊 不是 这话说的 什么叫振振有词啊 我振振有词怎么了 我又没做错是吗 是吗 那您觉得 在这光天化日之下 跟一个有妇之夫打情骂俏 就没有那么一点点不合适吗 有妇之夫 我怎么记得 你们俩好像已经离婚了 还是我听错了 我的一个助理在明镇局实习 上个月十六号看着你们办的离婚手续 是她看错了呢 还是你们俩已经复婚了 这就是我跟陈冰冰的私事了 与你无关 当然有关系了 如果复婚了 那我勾得她就叫道德败坏 如果没有 我 作为一个单身女性 有权利和任何单身男性打情骂俏 甚至干点别的 顺便说一下 这个酒店的海底套房 特别糟 你别瞪着我 今天我没涂防晒 回头再给我烧一窟窿 你啊 真的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无耻 难怪啊 这么多年 还一直阴魂不散啊 有几件事情 我得跟你澄清一下 首先 我跟陈冰冰分手之后 就再也没有任何暧昧的行为 每次见面都是大白天 光明正大 所以根本没有你说的什么 打情骂俏 这种不道德的行为 这是我作为一个 民事律师的自我修养 作为陈冰冰的前女友 这些年我并未从事任何一项 破坏你们婚姻的行为 反倒是你 在我和陈冰冰正式分手之前 和她保持了暧昧关系 最终导致了我们分手 你可太能瞎掰了 这兜了一圈 错的人是我了 你们俩是二零一二年分手的 是 我和陈冰冰 确实感情出了问题 可是她的人品 我还是相信的 她不可能脚踏两只船 为了我打起来 那你还来找我干吗 说到底还是不自信嘛 家人就是在等着我滚蛋 对啊 但你们俩离婚可跟我没关系啊 这锅我不背 那您觉得 我跟冰冰离婚是为什么呀 因为你蠢 是 陈冰冰是不靠谱 但是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投资没有一次失败过 因为她的每一份合同 我都会帮她过一遍 陈冰冰很聪明 很有前瞻性 她能发现各个领域的商机 但是她的缺点也很明显 她粗心大意 执行力不强 你非但没能帮到她 还拖她后腿 她每次投资之前 我都会劝她要小心谨慎 不要勤醒别人 可是没有用啊 她不听啊 她不仅不听 她还跟我急啊 所以她失败了之后 你就开始埋怨她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你怎么没有听我的 叭啦叭啦叭啦 放这些马后跑 有用吗 你有没有想过 一个男人他失败之后 本来就很自责 很自卑 他这个时候 最需要的是安慰 你非但没安慰她 还责备她 那她不想跟你吵架 只能躲着你啊 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从来没有冷战过 怎么到你这儿 就天天都要冷战呢 你有没有想过根源在哪儿 那这些事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陈冰冰天天猫 在夜店的角落里面 喝闷酒 这件事情 朝阳区有几个人 不知道的 跟你在一起之前 陈冰冰她开朗 自信 做事也很积极 但这两年她成啥了 你把一个阳光少年 户户成这样 你不自责吗 一个九八年 就看好电商的男人 被你逼得天天回家 当暖男 给你做饭 是不是有点大财小用 这些都是她自愿的 我没有逼她呀 是吗 你没逼她呀 在你眼里 陈冰冰就是一辆破风田 但在某些人手里 她就是一辆顶配的A186 是可以在秋明山上 玩飘移的 你就是想告诉我 你就是她的藤原拓海呗 没错 这漫画都没少看 我就要让你看看 离开了你 陈冰冰遇到合适她的女人 她会变得多优秀 也得谢谢你 给我卷土重来的机会